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把四种放大器的形式 把它看一下 那我们看过电压放大器了 对不对 那电压放大器你的输入是电压 输出的话也是电压的形式 那在这里他的 电路的模型 在输出端我们讲过 你看到都是一个输入电阻了 好 那输出端如果是输出是电压 那他就是 带为你的等效电路 也会是一个电压员 在串一个输出电阻 那理想的特性 我们希望你的输出电压 要越大越好 所以输出电阻要越大越好 那输出端一样 我的电压尽量能全部放到输出端去 所以输出电阻要越小越好 那再来我们看电流放大器 那电流放大器你输入进来的讯号 是电流的讯号 那输出也是电流的讯号 所以输出会是诺顿的等效电路 然后它是一个电流源 在串并一个输出电阻 那这个电流源 我输出电流什么时候会最大 输出短路的时候嘛 对不对 那输出短路的时候 这时候 这个输出电流就会等于多少 这个是AiS S就是output Short 再乘以Ii 所以这AiS电力就是 Io比上Ii当Vo等于0的时候 那Vo等于0就是这一短路调 所以对一个电流放大器来讲 那我们希望它的特性是怎样 我的输入电流要越大越好 所以你的输入的电阻要怎样 越小越好 因为你对应的你这一样会是一个怎样 电流源嘛 对不对 那电流源你希望它进来的电流越多 那怎样你的输入电阻要越小 所以对于一个电流放大器来讲 你希望这输入特性是输入电阻等于低 跟输入为电压的时候刚好相反 那输出电阻呢 等于无限大 那对一个电流源来讲 输出电阻等于无限大 它就是一个理想的电流源嘛 这部分你可以理解 有你的放大器的输出物特性 它要理想值是怎样 其实会跟你的输入的讯号跟输出的讯号有关 那你看到输入如果输入端就是跟输入的讯号 我如果是电压讯号 那你的输入电阻就要怎样 越打越好 那如果是电流讯号 那你的输入电阻就是怎样 越小越好 那相对的输出端呢 就是看你的输出讯号是电压还是电流 那如果是电压 这个输出电阻就要越小越好 那如果是电流 输出电阻就要越打越好 那另外两个放大器的形式 一个是怎样 互导 那一个是互主 还是转导转主 那对Trace Conductance来讲 它就是一个电导的单位嘛 所以你的输出是什么 电流输入是电压 所以I除以非是Conductance的单位 所以你输入是电压 那输入电压 我的输入电阻要大还是小 要越大越好嘛 因为你电压才会全部降在这边嘛 所以这时候它的输入特性 RI要无限大 那我输出是电流 输出电流 你的输出电阻要大还是小 也是要大 所以这个理想的特性 RI、RO都等于无限大 那如果是Trace Conductance 那你的输出是电压 输出电阻 输出是电流 所以输出电阻要小 输出电阻也要小 OK 这样了解 就 基本上后面 我们大部分探讨 你会看到 大部分会是从电压放大器去探讨 那如果要看电流放大器 再把电压转成电流的讯号 那这四种放大器 就是平常你看到的大概都是电压放大器 大家看它的电流增益用电压放大器再去算 那在后面讲到回收的时候才会再去探讨其他的放大器 因为回收的时候就会由回收形态来决定你的放大器形态 所以你放大器必须转成对应的一个放大器的形式去做探讨 好 那我们知道 实际上你的放大器一定不是理想的嘛 所以这四种放大器其实你可以这样去做互换 那去做互换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下面这些关系式 首先由这个来看好了 好 那这个的话我们看 这个的VO 会是多少 AVO VI 对不对 那这个开路的时候呢 它的VO电压是多少 是这个电流再乘以RO 所以它会是 AIS II 再乘以RO 那VI跟II的关系呢 其实输入端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 VI会是II再乘以RI 对不对 因为当你输入电流为II的时候 这两端的电源是多少 就II乘以RI吗 所以把这个带进来 这个VI会是II再乘以RI 那把II消掉 所以这样你就可以得到 AVO 会是AIS再乘以什么 RO除以RI 就这个式子 AVO会是AIS再乘以RO除以RI 那相对的AVO会是等于GN再乘以RI 那GN就是它的Transconductance 还是它会是等于怎样 RN除以RI 就是Transresistance 那后面我们在求放大器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蛮常会用到这个观念 那这个观念就是你可以先算放大器 你如果不好算 你可以先算它的Transconductance 然后再求放大器的输出电阻 那这时候它的开路争议AVO 就是GNRO 那这在后面我们再算 那放大器争议的时候 用这个方式其实是蛮好用的 用GN的话 你就是怎样 把输出把它转路掉 然后看它的Transconductance是多少 就是你的 IO比上什么VIM 那下面这个图是在看你的输出电阻 那我们在看输出电阻的时候 你的输入端是把它接地 这个很重要 你输入端接地 然后你从输出端加一个电压 那看它进来的电流是多少 那你的输出电阻就是Vx除以Ix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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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面我们看这个 例子 那这个例子是一个 后面讲到BJT的时候会了解 这是一个电晶体的一个πmodel 那它的输入电阻在这里是等于π 那两端的电压在这边 我们一般我们习惯用VPE 以后电晶体有三个端点 Base Collector 跟 Emiter 那在 小讯号电阻的部分 在Base到 Emiter 之间有一个rπ电阻 那这两端的电压是VPE 没什么电的 有也是 这一端就系得交 Bey 本来的电子 正确主 但修复 叫 感谢观看 嗯 好那collector 到 emitter 这边 会有一个电流源是 gm vb 因为这个电流源主要由这个电压来控制 所以这是一个电压控制电流源 然后并联一个输出电阻 好 那这个基本上就跟我们刚才那里的放大器的那个形式 unlesser 那这是一个怎样的放大器 如果用刚才我们讲的四种放大器的定义来讲 它是一个输出是电流行事码 那输出是怎样 电压嘛 所以它是一个trans conductance 就是一个转导 一个放大器 那你的 讯到这边 怎么了 是讯到源电压 vs 再转一个 rs 的电阻 那输出接到一个负载电阻 好 所以这里的话 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你的正义 v o 比上 vs 会是多少 v o 会是这个电流源 再乘以这两个电阻冰链嘛 对不对 以后这个电流源它会流过这两个电阻冰链值 但在这里 因为 gm v v e 它电流是这样流 那相对的 这边这两个电阻冰链起来 你的电流是由地往上流 所以我的 v o 电压跟 gm v v e 的电流方向 会施加相反 所以它是负的 gm v v e 再乘以 rl 冰链 ro 那这是 v o 的电压 那 v v e 的电压呢 会是 vs 的电压 在 rs 跟 rπ 这两个去分压 所以 v v e 是 v s 再乘以 rπ 加上 rs 分之 rπ 所以把这两个 式子组合起来 我们可以得到 total 的争议 v v o 比上 v s 就是 v o 除以 v s 会是负的 rπ 再除以 rπ加 rs 乘以 gm 然后再乘以 rl 冰链 ro 那这是带上 带到它里面的参数 那它里面的参数 rπ的电阻是 2.5k ohm 那 rs 的电阻是 5k ohm 就是讯号源电阻是 5k ohm 那 gm 是等于 40mA per volt 40mA per volt 那 rl 电阻是 5k ohm 那 ro 电阻是 100k ohm 所以这样你把数值带进去 算出来会是- 63.5 v per v 然后它的电压正义是- 63.5 确实 这个负号符号的意思是什么 这种 Grant 2,5 cohm 看看 在얼 负号的意思是什么 询 负号的意思是什么 分号意思 就是 ör 反方向 反方向 多一个负化表示它是一个反向的放大 所谓反向放大就是你的输出讯号跟输入讯号 它的相位相差是180度 就是以一个宣布来讲 你的三位幅是这样 那你的输出呢 这里增加的时候输出是下降的 那相对的这下降的话输出是上升的 所以它跟输出的讯号 相差会是180度 所以这个负号的意思是 好那计算上有时候当你的输出电阻 RL如果负载电阻如果比RO小很多的时候 你可以把RO附列掉 那如果RO附列掉算出来是-66.7 那这个你可以看到跟-63.5来比 其实它的误差并不会很大 所以通常当你的输出电阻如果远大于负载电阻的时候 那你可以把输出电阻这边忽略掉 那这样计算上会比较简单一点 不过相对的就是跟实际的争议会有一点辜差 好那这个是这个讯号之间彼此的一些参数了 有GMV-V1 这个电流也可以用β-IV来表示 那IV就是从这里流进来的电流 从这里进来的电流叫做IB 所以IB会是电压 再出以Rπ 就是流进来的电流 那由这样的话你可以推导出β会是等于GNRπ 那GN是等于40MV Rπ是2.5KΩ 所以这样算出来β是等于100 那这个 其实到后面 讲到BJT的时候会 你们会认识的更详细一点 就是 这些对应到的都是 电晶体的一些参数 好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那我们今天就会先上到这边 好那下面就是 一个题目让你们练习算 好那我们今天就感觉到这边 好那边 我们已经没想到 一个怪兰 去吧 先带我去吧 好那边 那边